事实上昨天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了 到底柯文哲跟沈庆金两个人 有没有私下的交情 毕竟柯文哲自己就坦言 他真的曾经来到了桃珠影园来唱歌 不过现在就有民进党议员 简舒培还进一步爆料 其实不只是柯文哲 当天的座上宾还包含了吴东晋 还记得吗 吴东晋当时被卷入就是新光的 北市科的案件 那么现在沈庆金又被金华城的案件 全部都卷在一起了 现在就怀疑了 三个人在一起 是不是其他还有另有隐情呢 另外呢到底有多少人在桃珠影园唱歌 到底还谈了哪些事情 恐怕也只有柯文哲本人自己知道 站在自身代表作桃珠影园里 魏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在建设时期 就会定期巡视监督进度 甚至邀请政商名流到招待所 最后一场查账记者会上 民中党主席柯文哲坦言 曾经跟沈庆金到桃珠影园里面唱歌 但现在被质疑 恐怕不只有两个人这么单纯 到底是一场还是好几场 同行的人除了柯文哲跟沈庆金之外 有没有这个柯文哲副总统的家人也在里面 简书赔案子的对象一度是吴东静 吴东静也是柯文哲总统大选期间 复首吴欣颖的爸爸 假如柯文哲真的跟这两人同场欢畅 等于跟极大争议案的财团脱不了关系 因为在金华城案 还有万华与果市场争议当中 关系人是沈庆金 吴东静则是跟北市科案有关 现在更传出原本一间 具有港资背景的科技公司 有意投标北市科 产发局做出的分析报告中 该公司明确表示 以推动产业目的进行招商 最后却疑似遭科市府劝退 反而让星光得标 是不是第三次招标 透过这样子的标售技巧 让有意来北市科争取土地的 很多的制造商 他们不敢不敢标 所以才让星光人寿得利 这种虚无缥缈的标签 当然你看得非常的多 尤其其实在台北市议会 我们过去针对所有 这些标签都有成立 所谓的专案小组 就是无限上钢 以及是愈加之翠 何患无辞 科文哲曾大动作 倾上火线 试图失掉土地财团的标签 只是在桃筑影员的密会 到底有几场 究竟还有没有其他人 恐怕还是得由科文哲 来说分明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